第二题下列有关太阳日的叙述何者正确 太阳从东方海平面升起到落下西方海平面 所经历的时间称为一个太阳日 我们太阳是说是从今天的日出到明天的日出 或者是从今天的日落到明天的日落 天文学上的说法是今天的正午到明天的正午 所以并不是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就是一个太阳日 选项A是错的 B在同一年中各太阳日的长短均相同 这个也是错的 我们在地球科学会教 因为地球公转的关系 太阳日的每一天都不一样长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平均太阳日 选项C 一个太阳日刚好是86400秒 这个是错的 因为前面讲过每个太阳日都不一样长 所以并不会都等于86400秒 等于86400秒的是一个平均太阳日 选项株一年中所谓的一日是指平均太阳日 这个是对的 我们平常所讲的一天 指的就是平均太阳日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下列有关太阳日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一年中所谓的一日是指平均太阳日 好